結局在半場的這個進攻裡面 一樣喔 把球都打得非常慢 49分領先 第三戰的時候 進入到第四節也有15分領先 居然樣在給到Stefan Higgs 離角3分 出球有 發動攻勢 撞到其他的一個 投射的空檔 居然樣蓋完火鍋之後 前面一個收他已經位 雙手把球塞進籃框 袋子的是利用更多的掩護 尤其是無球的掩護喔 阿吉快攻擊一頭3分球 都在前三節的領先分數 能夠拉開得越多越好 是14比0公式還在延續 Jordan兩罰一中 藍底下李德威 這球翻身擺進2分 第一戰喔 所以他在內線能夠 持續地提升他的防守能量 對夢想家來講 絕對是利多 夢想家的快攻機會 Stefan Higgs 這是一個2分競賽 A1 戴維斯也來到場上 這球被影響到了 前面夢想家再度推快 一個要打兩個 Stefan Higgs 再度擺進2分 所以的火力能夠提升資源 在例行賽尾聲 有著非常不錯的外線表現 藍底下戴維斯 休息一下 阿瑤 翻身的中距離打板有 就一樣在藍底下 休太極會了 要到半滾 還是把球給塞進籃框 進3分球 錢克尼的出手 哇 這個是多點開花 大家都可以 這邊想要直接給 被點了一下 這邊很奇異要給 Davis 藍底下 又是Mix 一個最後的結果 當然還是以防禦作為優先 是 聯盟的反應也非常快速 因為剛好 隨敬堯 3分球 終於有了 出界 Higgs等到第二拍才碰球 藍底下 Jerang繞過籃框 疫情的關係 最後組場會回到夢想家 就是還是在彰化原地 去做到一個 最後一戰的一個決勝 對方的組場 所以對於領航員來講 這一戰其實也是被水一戰 Higgs 保在前面 對上的是彭俊彥 直接吃掉 對上林鎮 腳步片開之後 這是一個N1 進段加把 能夠把比分拉開來 這麼大的差距 最主要的原因 這個是王博士要跑快攻 這個左手腳來2分 坦框而出 幾次互相傳導之後 立刻就有3分投射的礦檔 股房上面幾乎都是 全力地去做到鋪防 不讓他有任何投射的機會 這邊換李航員的快攻機會 終於把握住了 施敬堯 2分擺進 李航員要在轉換快攻 來造型機會 直接騎到籃底下 張庚宇 也改變了節奏 這個對抗後的出手 王博士抓下進攻籃板 夢想家 還有再次的出手機會 錢肯尼 對抗之後2分拿到 接下來陳冠權 轉過來沒有機會 這邊發生失誤 前面2打1 居然仰的背後運球 就還在他手上 直接噴個3分球 把握住 Piss the wide open 3分球 交給德威直接面對碰碰 哇這個小球給的精彩 這個進攻的節奏 跟前幾場就不太一樣 拿來球直接去挑戰籃球 阿吉的突破 再給到Hicks 就籃底下 Davis不在場上 這兩名球員在內線 幾乎是與曲與球 高的 所以這個階段 也靠林耀宗挺身而出 林耀宗 再度持球到籃底下 又是林耀宗 領航員除了要搶分之外 最重要是要直選 因為讓對方的得分的速度太快了 雙方的比數差距 是一倍還有找 其實1比35 德威索索再少一個 3分球 超過下這個 撿到這個進攻籃板 面對林鎮 台灣魔獸很有信心 轉到籃底下 直接再打進 轉到偏了 1比3分球 就等 直接把一個3分球 給大家擠 直接被彭聾雷也把走 再給到 就等再投一顆 連續兩個3分球 打得那麼保守 不能再用敲獨戰的方式 跟對方去對抗 那當然就等 已經是連續選這兩個 25 球 當上阿姬直接硬打 到藍底下進鑽加法 根據必把規則 彈框後是可以播球的 到藍底下 他們應該做夢也沒有想到 會在自己的主場 吞下第二敗 What's the goal of the goal 跟助攻給到王國志 Devon Hicks 藍底下再擺進兩分 孟翔佳身體的進攻的節奏 還是一樣維持一個高節奏 特別有跟領航員還有孟翔佳溝通之後 第五場比賽會繼續在彰化體育館來進行 Jordan投進一個三分 比較多的上場機會 必須要好好把握住幾次的出手 Jordan繞到籃框另外一邊左手擺進 前面有快攻擊位 陳冠全 把兩分擺進去 林德偉這個 wide open 機會 離到短 前面有偷跑了 張跟鈺 把兩分擺進去 因為你現在換上Devon Hicks 有可能是比分可以接近 但是更有可能是你會盤算就是說 當然比分如果能夠追進到一定的接近的程度 當然才有可能換上Devon Hicks 當然按照這個局勢來講這樣球 其中的另外一名球員 王博志再拿兩分 把對手頂開之後的後車鋪三分球 就得這球進得有水準 對 林耀宗面對WALK 換他也要硬來 左手挑籃擺進兩分 要到犯規 林耀要持續不斷地把節奏給帶快 石敬堯三分完成的空檔 這球三分把握住喔 直接往下做到這個拍擊 林鎮接球發生失誤 陳正傑直接硬打一顆兩分有 祸中場混加 三分的時差 五分是幾分 翔哥 一哥 老闆 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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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哥 優勢的領航員 又是因為異己的影響 配水一戰的狀態 那當然他們也堅持著不放棄 尤其在關鍵的第二跟第三戰 複製第二跟第三戰 成功的一個模式 好的 就在最後進攻時間終了 在GEO挑戰戰的第四場比賽 覆魔殺台系夢想家是103比74 這個比較大的差距擊敗了領航員 把系列賽翻成了兩勝兩敗 也要讓雙方要在星期天的第五戰 來一決勝負